她是校草,是光芒万丈的富家少爷,她家境贫寒,却善良可爱,她爱上了她,她的妈妈因此十分恼火,那天十几个保镖冲进了她家,那个女人优雅地迈着步子,走进了她的家门,撂下一句冷冰冰的话,你租的房子已经被我买下了,给我滚,再不离开我儿子,我让你无家可归,她不慌不忙地抬起头来,白净的脸上没有一丝惊惧,直视着女人的眼睛,一字一顿地说,你不知道吗,买卖不破租赁,没想到看个小说还被谱法了,果然知识就是力量。 感谢观看